风光开幕高雄市总图书馆 2014年风光剪彩 全玻璃建筑在夜晚中神神发料 投入二期BOT案 台湾人寿在这里砸下了40亿元 现在又要投资高雄 再施砸买下两间店面 前前后后总共投资超过400多亿 最少有10家公司 直接或间接跟我联络 他们希望来高雄投资 就是不希望台湾发展 投中走清韩国瑜积极拼经济的精神 让受险业者也想跟上韩流 希望总图四月的上梁典礼 韩国瑜可以来主持 一起站 大佬看准韩流 富邦人寿积极投资高雄 在捷运凹子底站旁开发 最快预计2024年完工 砸下近300亿元 预估未来收益率可达4% 让这个南北的区域差异 能够多一点投入在南台湾 不让其他业者专门余钱 新光人寿对于纯商办等投资 也优先考虑高雄 上线耗资300亿元 不少业者看中高雄的地产红利 建筑代销业者贾山林也加码投资 就是因为今天案量破1000亿 有170亿都来自高雄 这才成立销售总部 希望冲高高雄销售金额 高雄成了投资新标的 业者跟着韩国瑜走 总投资金额上冲前亿新高 盛况真的前所未见 记者 郑和报道